亲爱的,这车有恩池柜吗? 肯定有啊 不然,你听着吧 哎呀,讨厌,好像看你的车 天哪,我好像就这么 你什么瞎呀 哼,把我车转成什么样子了 一个香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这不是我的车吗? 什么? 你的车,你可别笑死我了 就你这样的,在那时上都进不到这车吧 有小鸟的 我懒得给你,赶紧赔钱 好,那你说,该赔多少车 这个车,你五十万 你是赵伯雅的 好,五十万是吧 今天都赔一个,都等 正好别给我撒花样子 喂,智杰 喂,怎么了 是不是把我老师老师借给别人了 没有,没有啊 自马来看,就放进去 咋子啊 你们等几分钟,钱马上就到了 还,我就给你几分钟 大鱼给我是看不到钱 看我怎么收 喂,又 你现在的阿里 不是来到我车了 人车被撞了 什么啊 怎么回事啊 那你是老师还是 这是八百万 八百万 八百万 你怎么给我,我把你拿到我 我,我他会一直给你 这车这么贵,大钱多了我 我哥,你马上就过来 现在五万 你已经过来了 这个钱,一百万 别是子大开口了 何人,你以为我个度吧 你像巴了 车这是什么车呢 老师来师 看大家怎么样没有 这车可是比奔驰宝马还要贵的 你这小鬼,他在笑 你这八百万都付不起这个车的手库 你们真是欺人太胜了 今天这一百万,就不给了 我看你们拿钱 不给你是吧 不给你是吧 你就别跟我男朋友 对你不客气 亲爱的,一刀去 等我哥过来了 你让他跪地车了 哥过来是吧 行,我们等得起来 还那么嚣张 我希望你现在跟上了照片 还来得及 跪天,跪地,跪父母 跪你们 下辈子吧 你一点还不要你 这一巴掌 打掉了你们两个人心 还打掉我的人心 行 你怎么还没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 让他过来,招摸你 喂 姐 我在大北路被人欺负了 你赶紧过来一下吧 什么 水那么大档 我马上过去 待会我姐过来 有你好看 姐 这边这边 你哥请不过来 请个女人过来 我姐过来了 我看她怎么收拾 我看她 你这个脑子怎么弄 谁那么大档 敢去把我收拾 姐 就是她 姐 你赶紧给我们收拾她 你就是她姐吧 你算能 这样跟我说话 你居然敢打我 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那你告诉我你是谁 姐 她都是一个提破电车车的 原来就是提电车车的 姐 姐 你今天给姐看好了 姐您这个手指是谁似的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不是上山吗 这老师还是跟人家那些装是啥 我自己要亲手 这让夜色来了 也救不了你 今天你给我跪下 我都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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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你这干嘛 博三你怎么来了 我刚才看她去过 怎么很多人来 这次你来 把我兄弟老师老师 可以放了 别碎口碰的 明明是她放了我 你 怎么是你呀 博三 她就是你女朋友啊 对啊 对啊 对吧 这下也好是开脱姐夫 你以前一关这么差吗 真的穷鬼你看得上 她说不是年纪小吗 才会被她骗 博三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拿到这里年纪 她就是个笑话吗 在当今这个世道 没有钱 你有什么值得拍 臭女了 当初博三撒的你 是名字的选择 现在跟着我吃香喝辣的 以前跟着你 有上分没下的名字 我早就过够了 大妈 看你这么年纪了 应该是有家事的 根本就给不了她幸福 这是我的事 你把嘴给我闭上 你不告诉我 你是单身吗 今天 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亲爱的 你别跟着凑你们胡说 你别跟我扯开话题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事情跟你没完 博三 这就是你口中说的幸福吗 金钱虽然诱惑 但是你为了金钱没有一线 吃过后悔的人 不是你自己啊 好啊你 今天吵过我自己的关系 看来今天 非得休息不可 今天就站在这里 看你们谁敢动我一个行吗 看来你是这棺材不流泪啊 我告诉你 你今天就想跪下来你们用 姐 你看看不出来吗 他那是吵门是非 奶奶你跟你玩玩不算 那你特别拒误了我 看我今天不打到你的给务场 住手 哥你怎么来了 就是这个死兄妹 把我抽个证了 今天一起让她的副事人带脚 一个混账的东西 哥你打我干什么 是她跟我的车 打你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就是闹路经常董事长 吓了你的鬼 这台车是怎么回事啊 请给我一个合理的决事 她 她是董事长 那车也是她的罗 她吓了你的狗眼 如果我今天不来 你是不是要翻天啊 老罗集团 我们村的地还挺山 是丘呢 对不起 对不起打网了 等等 等等我 哥服 我什么我 他们赶紧给董事拿道歉 是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那要法律办主 今天她必须会为她的手作手为付出代价 今天什么道歉 她要给你的车 上了车 她打了一顿 这个怎么办 董事长 对不起 不怕我牛眼不是大三 大三你个混蛋 你不是说这车是你的吗 亲爱的 先别着急 你听我解释吧 你又别来找我了 你亲爱做什么副驾疯子 害我心生那么多 昱昱 我说她没死我了 不对 那我真正是你的 我以前是你亲爱的 自己带着说声乱孩子吧 过来 哥我说错了 你帮我跟董事长去就行吧 董事长 我爹他年纪还小 你就太少人不计想还过 我原来也谁 年纪小的可为所为 你今天要是跟我来 他还不把我的老子来自开上天啊 董事长 我什么我 你以为你脱得了干系吗 这几年你中保私囊的事情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董事长 这几年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 忠心耿耿 你一个助理 这些年打着我的名义到处收贵 就连公司处处都安插着你的亲信 连你的弟弟到处欺负人 嚣张跋扈 董事长 我招进公司那些亲戚 个个都很有能力 而且被公司的发展 你做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公司一共四百人 有一半是你的七大姑八大爷 门口那个保安是你二舅爷吧 今年应该有九十多岁了 我每次进门我都不敢按喇叭 我怕我一按啊 把他按上天了 董事长 那大爷年纪虽然是有点大 但身体还是很贱的 而且他做过了五十年的保安 很有经验 还狡辩 好 你被开除了 但是你的七大姑八大爷 二舅爷公管 你可别逼我 把我逼齐了 我手里可是有你当年的证据 证据 我可没做什么贵心事 说说看吧 我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 还在这种 自己做什么 不清楚吗 当年那块台发取 据我所知 你没有花一分钱就拿下来 你自己用了什么手段 是你不清楚 这就是你手里的证据啊 郑姐 那块地啊 是政府啊 全给我们做公益学校的 什么 本来还想给你机会 不再追究呢 没想到你如此狼子也是 那你就等着收我的律师行吧 董事长 你可不能这样 不然我这辈子的钱 才能全毁了 自助力 不可活 你能有今天 都是你自找的 有多少事情 万无人路 被自助劈出 才会羡慕 别人的幸福 每天都感受 别人的乌 反反过不 不疼苦 你爱不能 不必 全场人 二 你爱不疼苦